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又到了一年一度哈勃尼茨开箱的时候了好开心啊 收到了这个包裹还有另外的包裹一共收到两个包裹 很奇幻的是这个包裹就Fedex送过来的来了之后就有一个洞 来了之后就这样破损的也确实丢了点东西 然后我就发了一个照片给哈勃尼茨那边 然后他们那边日本的那些就你知道日本的那种就乖宝宝那样的 看了这个一个有一个破损洞的这个就直接就给惊呆了 然后随后的话可能丢掉的东西他们会帮我补寄过来 anyway主要的东西都已经在这了我们就开箱 先看哪个先看这个破损的吧 今年呢那个哈勃尼茨也是照例订了明年的手账本 然后呢我今年大概对我的手账的安排呢 有一些变化比起来就是明年的对我的手账安排 大概会有一个变化根据我的生活的这个节拍 还有节奏然后还有我去年的一个使用的情况 我2022年的那个手账那一套呢全部被偷走了 所以的话呢2023年给了我一个借口的话就又买一套新的 先看这个 这个是他和另外的一个包 反正这个破损的包就是大的还在小的都丢了 这个呢是两个就是他的今年的好像是一个限量的吧 这种刺绣纹路的一个包 我能买了两只想要有一只的话送给我的好朋友 他也是很爱刺绣的一个人 然后呢我自己的话就想留一只这个就平时装我身上面的一些小的零碎 我们打开看一下 他的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叫什么质地 就是我们那种感觉像是中国的就是山村就广西那边的那种蓝色的那个沾染的布 然后呢这边整个都是小的刺绣 然后这边有这个小猫的这个胡子 猫的这个胡子看着像纸 也可能是布也弄不清是什么质地 我们打开看一下 里边就是这样子粉粉的 我自己当时买它的时候主要就是觉得说比较喜欢这边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pocket 那这个pocket的话呢就可以在里边放一些 比如说像这边有塞的嘛 可以放一些化妆刷啊什么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放一些小零碎的东西 这个就比较方便 呃带在身上 嗯大小的话呢装一个护照也应该是OK的 所以如果旅行的时候带在身上应该也是OK的 这边就是它的一个这个袋子 呃对这个就是这一套 呃另外的这一个包的话呢 它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日本 就是如果走在日本街边 他们就那种有穿着合服 或者不穿合服的 就拎着的穿着那个抽绳的一个小手袋 呃这个就不打开了送给朋友的 嗯好的然后呢看我这里面仅存的 这箱子就空了啊 还有还有一个饼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奇怪 它好像是被撕开的 然后这边又补了 是被抢了吗 就随后去抢一个哈萌尼奇东西 因为它是Fedex做过来的 就随后去抢Fedex呢 嗯然后它反正这边又给我补了 又包好了 或者可能是是不是海关的人啊 给给打开的 嗯但是海关为什么会对一个文具店有兴趣呢 也是很迷思 这个就是今年哈萌尼奇的这个笔 呃它每年的这个笔都是和那个叫什么 UNI就是三菱笔合作的 呃然后就这种三色多用笔 但是今年的这个颜色格外丑 呃可能我都不想用它吧 它的这个蓝就碰巧是这个蓝 但是它的这个brown是那种棕熊的brown 就真的还挺难看的 呃这两个本子的话呢 就是哈萌尼奇的那个纸的 嗯就是那个Fedex的那个本子 哦对有一个事情 好像是明年哈萌尼奇要换纸了 然后今年是在哪个本子里边 给我寄过来了sample的纸 我打开这个看一下哈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sample的纸 他们有给寄过来 让我们感受一下 可能是这个 呃应该不是这个 这个还是旧版的纸 就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然后就这种小细格 我呢一般用这个本子的话 就是放到这个里边 给我自己做一个读书笔记 呃来用 像我这边的话 嗯一般就是这种 就是左边一本右边一本 左边的这个呢是那个Fed 就是呃也是一个一年的年历 但是呢它后边多数的纸的话呢 都是这种就是方格子本子的 前面有一个呃大概的一个日历 我可以记一下子 我今年都有读哪些书 然后后边的话呢 就是呃我们的这种就是呃 读书笔记 我一般来讲的话会写在这个上面 呃接下来就开这个大的包装 我猜那个盒子应该之前也是装在这个里边的 但是就是被海关打开 这个里嗯有两个盒子 呃我今年的一个手账体系呢 大概其实还是准备说 如果是读书笔记类的 就是用这个A5的 然后呢生活和工作类的 我还是准备用A6的啊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他今年出的一个呃 今年限定的一个花纹吧 我今年反正这个A6的皮我买了两个 这个的话呢 就进出给大家看看质感 呃他就是这种啊 机绣出来的图案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白色的 呃里边的这个最吸引我的 其实是这两个 就这两个小小绳 就他的这个书签 我以往用的这个本子的皮里边的书签呢 都是那种就是一个直的 或者一个皮袋的 或者一个布绳的 我其实是没有一个是这样子 就看着很很happy的一个组合吧 然后这样 呃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这样 2023啊 整个的这个颜色 和他今年的这个笔很抬 但又不是完全的抬 今年的这个盒子的颜色 是这种红棕色 砖红色吧 然后他这个笔呢 是一个brown 就还是有区别的 我反而觉得这个颜色更漂亮 是大热的唇膏色 打开看一下 对还是开箱看 呃 和网年写的字也都一样 嗯 quote 对都差不多吧 打开看 对啊 这个才是 How about niche 应该有的 既视感 那一坨乱的是什么 好漂亮啊 这个 呃 这个是今年新出的 呃 A6大小的呃 周 就是weekly的那种啊 手帐 呃 我准备呢 一个因为去年在我整个的手帐系统 我有那种daily的daily的话用于工作 然后weekly呢就是想要单独弄出来一本 接孩子的事情 因为现在的话真的就是孩子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就搞了两本 呃 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仓绿色好漂亮啊 今年就特别特别的迷这种绿色 呃打开看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呃打开这个呃 他后面写了这个本子里边大概的内容反正都是日语 看不太懂 呃 这本子的这个呃 页面就是那种稍微厚一点的那种纸的呃 看一下这个就是这样就是一开一周这种感觉的 然后它是完全preprint好的呃 后边的话呢会有一些这种呃 free的page 你可以写一些东西呃 大概就是每一周都是这样子一周一周的 我是觉得这种一周一周的视角是特别适合用于管理呃 就是to do list 还有你的schedule的 所以这个用于说管理起来啊 就是家的事情啊 还有孩子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呃 看下边 嗯 哦 这个应该是他送的一个那个袋子 呃 他们今天网站上面都有说 看这有一个2023年的字字样 然后这个蓝就是那笔上面的那个蓝色 就叫什么藏蓝色呢 嗯 这个袋子 袋子的手感的话呢就那么回事吧 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手感 哦 这边有行字 so today is the only day the me i'm right now will ever exist i want to keep a record of that so today me in the future won't forget them 呃 这个是一行字 大概就是说你要present 然后要爱自己的一个感觉 呃 袋子就是那种有点稠 有点反正就不全棉的 也不是针织的那种感觉 手感的话 我不不 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手感 反正就这样 呃 它的大小的话 应该是可以装书和手帐本吧 呃 然后看 我们先开这个 这个我猜想就是我买的那个 手帐的那个套装 对 从袋子的角度 其实我自己更喜欢这种 就是棉麻质地的袋子 我会觉得更接地气一点 反而不喜欢那种袋子 来看一下 这个啊 这个比我想象的大 这个也是今年的一个限定的 现在已经sell out了 呃 就是它是那个A6手帐本的一个皮 但是其实呢 它本人是比我想象的要大 它比真的A6也要大一倍 这个是正常的A6 这个的话呢 就是它带一个拉链 当时吸引我买它 就是因为呢 它有一个拉链 呃 然后呢 它是那个tweet 就是编织纹路的 有点像那个Chanel jacket的那种感觉 呃 拉链也是挺好的质地 我们看一下里边 呃 里边 这个 这个也是吸引我买的一个原因 就里边的这个颜色 是那种 杏色裸色 就看上去的话 就很疗愈 很温柔 然后 对 就你一展开了之后的话呢 就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边的话 就它还可以放一些 其他的像一些学校邀请函啊 什么的 反正我的手杖的话呢 就是准备放在这个里边 呃 然后这个本子的话呢 就是明年2023年的一个 A6的一个本子 呃 是那个day by day的 就是一天一天的试着 然后我的箱子就空了 看一下 我把这个本子拆出来 这个本子的包装呢 还是比这个 就是呃 一周的本子包装 还是更 就怎么讲 更精致一些吧 呃 还是用那种油纸 薄的 我忘记了 那到底是哪一个本子 说给 明年会给我几个试用的纸张 啊 这个 这边 这个是2024年 哈宝尼奇的本子将会要用的纸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 呃 从这个 纸的颜色来讲呢 它是 偏 冷掉了一些 还是暖掉了一些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纸 这个是将来的一个纸 呃 呃纸的色调的话呢 镜头看不出来 但是眼睛是可以看得出来不一样的 明年的好像是更暖掉一些 从纸张的厚度来讲呢 我感觉两个的厚度其实是差不多的 呃 然后呢 从纸张的摸上去的手感 感觉今年的这个和过去的那个更毛边多一些 呃 明年的这个好像就是更光一些 那我猜想新的这个纸的design呢 可能是兼顾了 因为有很多的呃 指控们写手账的宝们 他们是喜欢用水笔或者钢笔写的 那哈宝尼奇的纸其实水太高的是不能handle的 那maybe可能新的这个纸的话呢 它是可以承受水 就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墨水 呃 大概的一个layout呢 我倒觉得也没什么区别 好像就是它的排版的话 没有大变化 呃 对啊 就也没没什么 可能如果是不把两个放到一起 它不提醒我们说患者 可能我们也不太清楚 诶 静老的日 然后今年的话 和我去年的本子买的不一样 就是今年我买了这个tweens 呃 tweens的那个原因呢 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 呃 我今年那个丢了嘛 那一丢的时候 我发现我一丢就是整年的 就损失比较大 这个手杖里面也寄了很多东西 就比较麻烦 呃 另外的一个呢 是买两个的话呢 它会比较轻 就不像一个 总拿在身上会重一些 因为今年我的这个呃 大概的一个设想是 会带一本这个本子 然后呢 会带一个weekly这样子 或者两本weekly 这样的话 我平时可以做工作的安排 这个是为了工作的 这个是家里边的事情的 就可以有两本带在身上 这样两个的话都不会很重 啊 这个sdica超可爱的 给你们看一下 我就对于这种 design的这种 就是 胖乎乎的字 就没有抵御 啊 这是一个饼干的一个小人 为什么 是哦 还是产品介绍 我还以为是 他出了 habonichi的cookie呢 呃 这边的话就是 呃 一个指导手册 给你带 大家看一下子 就别人是怎么样子 写手账的 写的就真的是可以 很fancy很fancy的 呃 然后现在我把我这两个本子 装上 装到我的新的这个里边 这样子 然后另外的这个 这个weekly呢 就把它的尾页拿出来 我也也拿出来 这边这样的话 我这个打开就是一试两份 这样的一个一个牌板 然后合上的话呢 就这样子的 然后它的这个呃 边上这边呢 就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你可以放任何size的 你想要放的笔 可能这个也是 我觉得它的一个bonus吧 因为之前的那个 我的上一个 很容易吃的那个cover呢 是不能我随意选任何一个笔的 一定要选任何很slim的笔 但这个的笔的话就是很大方 呃 然后这个稍微 这稍微有点长 可能要剪掉一截吧 呃 里边的话 这个质感全部都是 呃 laser的 就是真皮的 呃 那我戴在身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呃 反正就希望这种啊 布面的吧 拿出来了之后 就不是像我去年的 那个是皮的 就拿出来整个一个感觉 就是呃 在工作的一个状态 很商务 呃 很 就拿出来的那个气氛感 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希望拿出来之后呢 觉得说 哎 还很温馨的感觉 就让我整个有个 slow down的感觉 呃 对 反正像我自己平时的话呢 呃 手杖是不离身的 反正writing对于我来讲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 治愈的一个过程吧 就像是一个心情舒缓的一个呃 存在一样 呃 好的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开箱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